我帮你换 我帮你换 这次啊 我换掉的就不是夏秘密 而是你 蒋雅希 换姐 别说了 我这还忙着呢 先出去吧 等等 下次进门的时候 记得先敲门 来 早不欢迎 来自香港的混血小美女 杨雅希 杨雅希 这不是谁吗 哈啰 大家好 是以前咱们村子那个 杨雅希 杨雅希 你肯定是混血 混什么血啊 混哪儿啊 我多真问桃花党啊 这个组合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过 我们杂志一直约 他们采访都约不着 是啊 这事你可以找张雅 她打个电话 她可能就过来了 想当年 张雅跟她啊 你多吃点 那个 来来来 喝一杯 喂 为了那个青春 青春 来来来 我来赶紧看两句啊 我们已经毕业三年了 原来最喜欢的 我在宿舍户 原来小表妹 还是我的小表妹 现在小表妹 已经是许依依的女朋友了 我已经跟她分手了 怎么会呢 你们闯闯闹闹闹 都那么多次了 大家都习惯了 是吧 对啊 对啊 我不是总说吗 长得帅的 总是不是会原谅你 来 那什么 来来来来 来 咱们喝一个 那个为了 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 来来来来来 行了吧 你就那几个词 什么得用 那就为了 为了 为了忘记 好吧 来 喝一杯 来 多吃点 来来来 多吃 吃 吃点 哎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你这样那么远 我们自己回就可以了 你也别折腾了 要不这样吧 张啊 你送我他们吧 还是由他送吧 我就要你住四个月 你不是我们不回去吗 我明天早上上班 在那儿住 方便 那我们先走了 我去送 等我去 瞧瞧怎么那么怂啊 今天演出很成功啊 上海的粉丝们 都特别买长大 就那几个小破灯盘 我都嫌寒着 是没钱还是怎么着 哎呀 这次时间太紧了 下次有经验了 一定会办得更好的 我让你打听那星期下的 跟范姐什么关系 打听了吗 我打听过了 听说 是跟一个姓赵的老板 有点什么关系 那个赵老板不仅有钱 在京城还有点什么势力 我说嘛 感情是被好好保护的呀 姐 你就放心吧 她没有你漂亮 粉丝又没有你多 站在你的旁边 只能乘客你的美丽 真会说话 这小嘴甜的啊 下个月给你涨工资啊 姐 我可是真心的 你说老沈从哪儿给你涨来的呀 沈哥跟我是老乡 他特别照顾我 有什么好事呢 都想着我 哎 老沈他人呢 他说好像要去见几个记者 他们最近在乱写 还要去公关一下 写什么了 姐 这种事你就别管了 你就好好休息休息 这事让沈哥去办就行了 我没那么玻璃心 你就跟我说吧 我天天涂一乐 他们说 你跟咪咪姐长得像 还说 你为了被选进盖儿组合 照着咪咪姐整的 我看她才是整的呗 全家都是整的 全小区都是整的 姐姐你就别生气了 你知道 那些记者都很无聊 他们都乱写的呀 别生气了啊 你去告诉老沈 这事要是被爆出去 我把她一起饭了 去 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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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出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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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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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你裙子这么长 我怎么看得出来啊 好 这样看到了吧 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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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唱歌好听吗 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 他张罗为什么都喜欢我 你刚才长得越来越像了 你是不是也找着他整的呀 你谁啊 我 我是雅兮姐的助理小凡 雅兮姐现在在楼下开记者会 你现在还不能下去 那我什么时候能走 能走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 我已经开了请勿打扰 你记得任何人敲门千万不能开门 知道吗 能叫房内用餐吗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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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 我午饭的时候给你带上来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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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逝了 你刚才长得越来越像了 你是不是也找着他整的呀 呜 喂 你在干嘛呢 无聊了没 不用担心 我会跟你出来逛逛 挺好 我现在可能顾不上你了 我晚上也不能回家吃饭了 然后 你有钥匙吗 带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比游他还扑扑妈妈 游他没陪你 你忘了 他要在学校准备比赛的事情 再说了 我不需要他陪 那好了 那先这样啊 拜拜 那你们很有信心 我觉得 你们的设计 绝对不会输给那些大牌 谢谢吴总上师 菊姐 接下来就要靠你的了 我尽力而为 你看 所以我觉得这块也不错 对 您还有好多块 这一块那个中场款的连衣裙 又复古又时尚 你今天去看那个广场 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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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妈妈的这个岗子 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玩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哭两天就回去了 怎么这么着急啊 不是说可以多待两天吗 那还有好多博物馆 你还没看呢 我还是回去看看我爸妈吧 我一个暑假没有回去了 他们肯定很想我 不过也是 你看吧 我在北京 就等于你在北京 也有一个临时的家了 你想来就来 随时来 你有熊胖的消息吗 没有 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来北京之后 就联系不上他了 你要是能联系上他的话 就把我的新电话号码给他呗 好啊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永远都在得到和得不到之间徘徊 赵老师 老师 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下次来 我要提前打个招呼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下次再回去说的话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好让司机去接你 没关系 我一个朋友送我回来的 再说我也不是天天这么晚 你朋友 我上次见的那个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大学生 马上毕业了 现在我们在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已经找到投资了 你好像很久没有去上课了 最近工作有点忙 过一阵子就好了 你的理想不是画画要做一个画家吗 怎么突然甘心 要做一个财富呢 我想先养活自己 好 你做你的品牌我来投资 不需要任何人 不愿意 我怕麻烦您 麻烦我 对 我和米米一直都在麻烦您 您就让我自己闯一闯吧 如果真遇到了困难 我自己解决不了 我再来找您 我倒是希望 您多关心一下米米 我对她很不放心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让我担心 我很好 很好 好 明天我要去欧洲 一个月以后再回 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好 姬姬 我的内心是有限的 我想估计 我现在要面前 我mer想 他有限的 我 你 我 你 我 没有 我突然想家了 想念那个 永远都能带来温暖 和安全感的地方 想念那个 我真正属于的地方 再见 北京 也许 我会再来 也许不会 谢谢你 给过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学姐 我要还这几本书 谢谢学姐 临不在学校的日子 我开始觉得孤单 学会一个人生活 成了新学期 最重要的功课 这里是指随从的弟子 都生病起不来了 实是 求生以害人保全性命 以致损害 熊胖的甜品店也关了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 我突然发现 有些东西 好像只为某个人存在 他随某人而来 又随某人而去 舍不得没用 习惯了就好 这里这么大啊 能遇到彼此是不是缘分 这是我宿舍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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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我已经把仪器钱 打到你的卡上 我每周会来找你 分期付款还给你 不用了 不用了 陪我看看你眼包 我不想一个人看 下次吧 我还有课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上文学史 每周一你都迟到 我都掌握你们的规律了 同学们 周末不要玩得很凶 你们是学生 就要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读书 好不好 好 我们接着讲 我帮你起笔记 你不用起了 好 第二个 穷 穷人 这个比较重要 困难 你到底想干吗 第三个 我就想离你近一点 求生 以害 害 被发现 你们会不会赶出去的 所以呢 小声一点 嘘 损害 一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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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姐 我回来了 你多会回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看你在睡觉我就没瞅你 姐 我这一看到你 我心里就踏实了 精神也放松了 我就是现在还有点困 那你就再睡一会儿 我给你做早餐去 你等我一下 这是我最近挣的 我从下个月开始我还会挣更多 这么多 我一分不花 都交给你存起来 这钱你拿着 去买漂亮衣服你要当明星 赵叔都叫人给我买好了 我不是说过吗 我挣的第一笔钱 一定要给我最最最最最亲爱的姐姐 姐 你放心 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吃苦了 好 那这钱我就替你存着 等你以后出嫁的时候跟你做嫁妆 等我出嫁的时候 我挣的钱都可以买一座宫殿啦 那就把你嫁给王子啊 好 我好想你啊 累不累啊 不累 我现在特别的心思 莉儿 你真有本事 她可是跟了你好几天了 莉儿 你们之前 因为什么愿意分手啊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我要是你啊 早就碰到她的怀里了 很晚了 早点睡吧 走吧 走吧 睡觉去 长等啊 把窗子关上吧 快点睡觉 早点睡觉 不休息 太多了 也可以说 不担心 不担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许易 丽儿 丽儿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很需要你 只是需要对吗 你好好想想 你真的爱我吗 爱是两个人的事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人 你就会发现 或许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你是遇到那个人了吗 我想总会遇见的 爱是两个人的事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人 你就会发现 或许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那个真正爱我的人 我也总有一天会遇到的 我也总有一天会遇到的 你再睡会儿 亲 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么拼啊 你都这么拼 我们要一起拼 把爪子拿开 爪子 我这不是爪子 我这是提 不是提 来来来 趁着年轻 醒着拼 早啊 早啊 姐姐 来 年轻 醒着拼 谢谢 早啊 来这么早啊 对啊 我起得早我就早点过来了 不马上要搬工作室了吗 我怕你们忙不过来帮帮你们 不是 你要真要搬我们这四合院啊 你这么搬走了 我还特别不习惯 以后咱们上班还得打卡 你是老板 谁敢让你打卡呀 这个学期我的课时特别地多 去工作室的时间也会比较地少 下个星期还得去到上海 把培训班的这回堂课给上完 黑人 姐姐 辛苦你们了 赚了钱 给你们多分点 不是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 我听这有点不舒服啊 我就随便一说 你们就当我没说过 张阳 我朋友周三有个画展 你有空吗 周三 我晚上得考试啊 再说了 画展我也不懂 这货你们都点了吗 你在说什么呀 行 咱满着劲啊 留着去上海市 行 滚 咱们快走吧 咱们已经迟到了呀 让他们等 我得注意形象 要对粉丝负责任 可是咪咪姐已经来很久了 你在这样子 换姐又要生气的 咖啡 你这么着急你去唱啊 我不会呀 我要坏的话 我天天去后台帮你唱 再说 今天你这么漂亮 应该早点让观众们看到嘛 不是吗 行 走吧 走走走 下饭 下饭 快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真行 比我能忍啊 去吧 所以你之前去过法国吗 我没有 那天真的很好 然后对我朋友经常过去 对 特别到冬天那个时候 什么虾片啊什么 各种打折打得超厉害的 对 那你就是过去去法国 那好多朋友就 来 杨夕坐这儿 来 现场录影 预备 五 四 三 二 好 欢迎Gail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的工作人员啊 真的是非常地激动 刚才我在后台嘛 大家都在说 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 谢谢大家的夸奖 那是因为大家都很有眼光啊 而且Gail组合 作为新人来说呢 只发过一首单曲 十八岁的那颗流星 而且这首单曲呢 已经连续三周蝉联榜首 所以你们会觉得有些意外吗 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我们也要努力啊 对于我来说 其实还挺意外的 因为我不像雅希 她从小就很优秀 然后成功对于她来说 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就不一样了 真的是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 才换来今天这么一个 其实不太自信的我 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兴趣听你讲讲 就是小时候练钢琴啊 然后我总是练不好 有一天我的钢琴老师她就跟我说 夏咪咪自己看你的手又短又粗 你这辈子都别想好好练好钢琴了 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很生气 然后我就把一杯水 泼到了老师的身上 老师当时特别生气吧 对啊 老师真的当时特别生气 特别激扬 你有没有教我蒋雅希怎么说话 你确定她知道怎么说话 把我狠狠地训明了一顿 她知道 她已经很努力了 再给她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 这姑娘真是香港人 当然 香港人 我告诉你啊 不要自作聪明 现在记者都激励你 小心被他们抓得把握 你看你看 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这以后记者采访你就少说话 话多错多的 你可得了呗 你连词都不记得 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打圆场 还不知道演出会成什么样呢 雅希姐 我们快走吧 你爸妈已经拿消息说 他们火车已经到了 现在酒店等你吃饭呢 火车 从铁岭来的呀 不是的 咪咪姐 不是从铁岭来的 雅希姐妈妈只不过是晕机而已 咪咪姐教你 不要逮着谁都管人叫姐 这身份热量出来 没准你还比人大两岁呢 不过这年头 也不是谁都敢把身份热量出来了 你要是敢逃我就敢逃 雅希姐咱们走吧 一会路上堵车的话 就真的来不及了 你要是再说话 我就拿胶带把你嘴封上 封上封上 那我们路上我去买胶带去啊 走走走走 好了 我们开始了啊 雅希 粉丝最关心的就是你们的新专辑 什么时候能出呢 戴梦已经送到我这儿了 错 要说我们 都说你和咪咪长得像 你觉得你们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啊 我可以说我比她漂亮千倍万倍吗 当然不能了 遇到这种问题 你可以直接反问媒体啊 您觉得呢 这都是些什么狗屁问题啊 能不能把采访取消了 我直接唱歌 当然不 不 不 雅希啊 你要知道你最弱的就是采访 知道吗 所以你必须要多准备多看 不然的话 风头全都被咪咪抢走了 我并没有觉得她的回答 有什么精彩的呀 但是她很明显比你狡猾 你不说我媒体就不喜欢狡猾 就喜欢诚实的吗 你说对了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真诚的狡猾 这都是些什么鬼问题啊 我们该走了吧 时间来不及了 不然一会儿又要被催了 急什么急呀 迟到也是一门艺术 跟他们说 雅希嗓子不舒服 要晚点才到 你跟他们说 说嗓子痛得厉害 现在就要去医院物化治疗 不然这个录影就录不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主办方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沈哥 我怎么说呀 来吧 喂 戴维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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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威脸吗 实在太抱歉了 我们雅希啊 这两天嗓子特别地不好 北京的空气实在是太不适应了 对 老咳嗽 你听 你听 戴维哥 你看看啊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顺序 稍微往后调一调 我们马上就到 好 好好好好好 太感谢你了啊 这样回头我已经请你吃大菜 你请 不是 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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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没见你了 真是太开心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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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会儿见啊 好好好 拜拜 好 拜拜 学着点吧 差得还远呢 沈哥 您太厉害了 你好 有时间一起吃点东西吗 我在值班呢 还有一个小时呢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你看我干吗 是吗 学姐 我觉得你男人缘好好呀 身边每个男生都一个比一个帅 我跟他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 你少骗我了 你看他 看你的眼神 真的是朋友 我跟他不可能的 是吗 我刚看完一本书 这书上说呀 爱情就是要在所有的不可能中 找寻那么一丁点的可能 然后趁虚而入 你懂不懂啊 今天我请客 难道不是谁的错 谁买单吗 你是天蝎作吗 这么能记仇 你又跟我说话 小心点 不管怎么样 你来看我 就应该我请客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开多点点 你培训的课程快结束了吧 还差一堂课 那你以后 就不用常来上海了 如果想来的话 也可以经常来 还记得 天中附近的那个面馆吗 真哗一点那个味道 当然记得 张阳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真的很高兴 我怎么感觉你说话的口气 特别像我们以前的班主任啊 春节回家我看他的时候 他就这么跟我讲的 好 我给你模仿一下 张阳 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我真的很高兴 我本来就是学师分专业的 你毕业以后 准备当老师 万一被学生欺负了怎么办啊 我学生才没你那么坏 以后要学生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我一声 干吗 没什么 我就帮他加加油 我就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